大家认识不许 不向长弦不步 坚持以理服人 《议论激石》 第三节的《议论激石》 欢迎大家的like我们的FB page 中港台,中港台是中心的中 我們先說特朗普,特朗普代表了種族主義的意識形態 事實上他不是純粹是這樣的,特朗普有很多地方是超乎世人的想像 作為一個總統候選人來說,其實在一些支持特朗普的眼中 特朗普代表了一種破格,其實他對美國的現制度 或者美國所相信的東西是好不滿 特朗普代表了最不喜歡的東西,有些人可能很討厭佛西哥人 平時可能基於政治正確的緣故,他們不敢說針對佛西哥人的事 這是事實的,這是事實的 特朗普代表了出來,當他都說了 其實他將美國人,尤其是白人族群裡面的不滿等等都說出來 是的,另外他針對墨西哥人,現在是針對穆斯林 是 另外,其實他有些其中什麼呢? 就是長三所育的人,反建制的人 你知道美國的建制就是他現在那一套 美國有些人是反建制的 是,對 所以他可能會支持特朗普 是 那所以 但是就這樣 就是這種人 我就想了 這種人 如果真的是一個叫做 總統大選 Winner takes all 只有一個位 這樣的選 如果他真的甚至將他退黨出來選 真的 希拉里真的不可能贏 沒有可能贏 就算現在也不可能贏 在延長的一刻 我覺得特朗普是沒有能力贏到希拉里 不是,如果共和黨真的是 是跑去贏 特朗普 我覺得還有可能陰溝女班 如果特朗普真的 如果特朗普真的 退黨出來選 那就玩完了 保證玩完了 應該沒有 應該沒有 因為共和黨自己 自己的人 裡面的人 你都派不出一個人 出來 可以撼個瘋子 OK 你想一下 你共和黨排第二 你想一下你共和黨搞什麼 特朗普是差他十幾個百分點 怎麼鬥啊 對 怎麼鬥啊 除非你這樣 你共和黨有本事 集中所有票員 全部都投入特朗普那裡 那你在初選 就真的可能贏到他 然後你就不可以阻止 特朗普做什麼呢 去退黨出來跟你選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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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有結局都很清晰 好像現在 我們一月看選舉的結局都一樣 對 美國選舉的結局都很清楚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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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你會否在這裡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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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不要說特朗普,反正他很久沒選,我們先說快要選 33日 不是吧?1月16日 36日? 3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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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抽 那天是台灣選舉 1號是國民黨 2號是民進黨 3號是宋楚瑜 這世界的抽號真的非常遠 我真的覺得這個號碼是派的,為何這麼有換味的號碼 一個觸覺 一中國表 2 2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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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灣是有這個理論3rd way, 但在公共場所沒有人講3rd way 第三勢力,OK 是,第三勢力,OK 所以你說是不是諷刺? 真的好像派給他這樣,真是挺正的 是啊,我也知道是兩國人的 兩國人的蔡英文發明 應該是,特殊國與國關係 是啊 所以說抽籤,其實有時候都因為內定 都好像派一樣 像派一樣 現在看上去,其實到今天 他的預估也沒有怎樣變 其實這個結局都好像剛才拿美國總統選舉那樣 嗯 即是開始的懸念都越來越小 所以最近國民黨就是打蔡英文扣地那件事 現在是搞什麼鬼呢? 現在就說,因為黃如元被人狂打之後 現在就... 賣軍閘那些東西嘛 賣軍閘那些東西嘛 黃如元發生什麼事,上一集說過 其實我沒有說的,我私下跟你說的 真的啊 是啊,我私下跟你說的 即是我搞錯了 是啊,我私下跟你說的 那你解釋一下 他那件事是這樣的 看台灣有些地方有些叫軍閘的東西 是 為什麼這些軍閘呢? 就是其實主要安置一些軍工教人員 就是軍方 是 那軍方有些人呢 你要記住 在當年呢 當年呢 當年大江大海年代退過來的人 那些人呢 喂,不是個個都狂八川的嘛 嗯 不是個個都陳理安那些 就是個個都陳誠來的嘛 是 那些呢 基本上是很基層的嘛 嗯哼 尤其是一些 尤其是一些 一些所謂叫做小軍官那些呢 嗯哼 很多些人的 嗯 那安置他們這樣 給個軍閘的東西 其實是捲川便出來的 是 都是給他們的了 但是問題出現的就是 喂,那些房子舊的嘛 是不是呢 嗯哼 打磚屋啊 大佬淋的嘛 一吹是不是呢 現在以現代的標準 就是很簡單 我送一間洗子區給你 那我總一天都要重建的嘛 是不是呢 嗯 那重建呢 那我這樣 重建這樣也可以 我以前送給你 我刀釘了之後 然後呢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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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給你一個旗 然後呢 你是不准就這樣賣掉的 OK 然後呢 禁閉旗嘛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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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幾年呢 如果你補多個地價呢 即地權用到幾年之後呢 那間屋就是你的了 嗯哼 但是有一個現實的情形 就是這樣 嗯哼 不是 現在香港買一層樓啊 都不是每個人都拿得起首期了 是不是 不是的 我叫你 那兩人都快要喊喊喊了 OK 嗯 我叫你找個大錢來補地價 嗯哼 借錢去補地價 嗯 那你怎樣呢 那就是借錢補地價 是啊 為什麼要借呢 我不買就行了 我給一間 送一間屋子給你 OK 但你可以到某個年份就補地價 那補完地價之後 那間屋就是你的了 嗯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 即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給你嘛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住那些富貴屋的嘛 是啊 不是每個人都很富貴的嘛 是不是 是不是 有些人呢 有些房仲呢 就去扭這些人 是 就說 我給你錢 房仲就是中介啊 就是房產的中介人 就是地產代理啊 就是地產代理啊 是的 要先解釋一下這些批評 用香港的說法是地產代理的 是的 是中介 地產代理呢 就走去 就扭那些人 喂 我有一人想買這個單位 這個屋 OK 但是呢 但是呢 我知道你幾年後 就是幾年後 就要付這麼大的錢 是 我幫你買了去 是 然後呢 我幫你買了去 但是呢 你要明白嘛 嗯哼 但是我幾年後才幫你買的 OK 是 那你不用補地價了 那你幫回一點錢就行 為什麼他不用補地價 就是買了 買了那個人才要自己補地價 那個人才要補地價 是 但是這個世界呢 你要記住嘛 台北的樓呢 現在你已經知道樓越來越貴了 是不是 就是這樣升 是 那我用A價錢和你買 但是你去到B價錢的時候 嗯哼 你買出去的時候 是升了可能 30%的 嗯哼 它升了30% 但是呢 你現在的合約是幾年前的合約來的 嗯哼 那別人用幾年前的價錢和你買了 是幾年後買了這個單位 那幾年後買了一個單位 他補了地價 那些人就拿那層樓來炒 他炒了都還贏 都還贏2-30% 那你說炒不炒一個 炒得過 我當然炒得過 就是 他用了 我簡單來說 我現在買了這層樓 但是我用了三年前的價錢去買這層樓 不過是這樣 我聽起來都最多是說他是投資勝手 是啊 但是這樣嘛 你聽起來 但是你投資勝手 說是投資勝手 但是你一個高度是選副總統的嘛 即是覺得這個太便宜了嗎 第一 你便宜了 第二 喂 你即是欺負別人 喂 人家貧苦大眾 OK 他們搞不定 你就壓低價錢 你買了別人的單位 即是 成人之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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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副總去高度的嘛 你不是 你不是外面炒家仔 嗯 你選的那個是副總統的 是 他法例沒有錯的 你聽下去 完全沒有犯法 我肯定他沒有犯法 是啊 自己律師來 更加清清楚楚 嗯哼 那你想一下 他沒有犯法 是對的 是對的 但是你沒有犯法 但是你做的事 不合乎社會期望 cheap ok cheap 對 cheap 是 是啊 其實就是這樣 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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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完蔡英文 蔡英文這單又做什麼呢 優毅和蔡政員 優毅和蔡政員 咬他 那當然有優毅份 他買了之前90年代 買了十多塊地 但是那十多塊地 不知道為什麼呢 總是去到最後一個結局 就是怎樣呢 就是政府買回 因為收地 就是因為有人落釘 是 是啊 他們就質疑你 好像是劏房波那些做的事 那樣 你這麼有眼光 買到也走 還是其實 你是運用你的職權 是啊 你的內幕消息呢 你運用你的職權 獲得這個 叫做 內幕交易的資訊 和我砌多了一件事 砌他什麼呢 你申報財產那裡 喂 我跟你計過這幾塊地 買出去的那條數 都不跟你申報財產那裡有出入 你應該很有錢的 不過你就報小數 是啊 明白 那看起來很嚴重 有幾嚴重 你有什麼證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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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鑵懷拆這單出來 你知道嗎 現在就是 為什麼國民黨 這次滿黑 為什麼說他失敗呢 到現在都是失敗的 為什麼呢 因為沒有證沒有句 喂 喂 喂 不讓我 喂 很簡單 六合彩都能中 我十五塊地 全中了 那你軍宅有什麼問題 那我又不明白 那我又不明白 明明啊 那你軍宅有什麼問題 什麼啊 那你軍宅有什麼問題 那我又不明白 那軍宅有什麼問題 如果這件事沒有問題 軍宅呢 就因為 很簡單 他十五塊地 我當他十五塊地 他之後刀根 他之後政府收地 OK 你要好有證據 他是做某某官員 他是負責這方面的官員 他是負責這方面的官員 他聽到消息去買 是 那當然 那當然可以拘捕他 喂 老老實實 我真的不相信 是有這麼巧 不過我覺得 一件事 阿邱毅呢 其實他調查不夠徹底 他應該抽取一些單據出來 是 但是現在就沒有單沒有句 有了沒有證沒有句 你就沒有證沒有句 但我如如這件事有了合約的 嗯 嗯嗯嗯 你的合約 你的合約 你的合約的問題 是 你有了合約 有百字 還可以搞 就是這樣的 那 就 你說 小英呢 就是這個世界 有沒有那麼多人呢 那麼多 那麼多 投資勝手呢 我就不相信 但是 什麼做問題 就不是因為我覺得沒有 就肯定沒有 所以就這樣 阿邱毅 你快點去 用點滑眼 最好抽完所有的交易機 都出來 是 有單有句才能夠挫入 對 現在的情況就是 喂 你現在要挫人 你只有一個口 嗯 那人家 喂大哥 他八爺 他八爺 是人家都知道 投地勝手來的 蔡英文 沒有發言 在地產界有名的人 買地 賣地 最厲害的 唉呀 這些事情 我從來都不相信 尤其是 牽涉政府土地 這些事情 但是 那個問題是 你現在的優惠 沒有證據 你只是在那裡說 不過 其實蔡英文 可不可以罵他老爸 算了 其實現在他也 免得回應你 他現在就是 他一直都不說 不回應 人家問他什麼都說 不知道 不回應 沒話說 是啊 他沒話說 但最大的黃如玄 那件事 最大事 他有了合約 有了成 黃如玄有沒有說 我又沒有犯法 你吹呀 吃吃吧 我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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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 其實他也是這樣想的 不過最後 他自己 越查越多姦 越查越多姦 他不是一間半間 聽說是十二間 不過其實 說真的 其實這些 有十九間 不過這樣 我想說一件事 黃如玄 那件事 其實他就不需要 動用到職權來做 譬如哪些東西 是軍閘 他早就知道 你又知道 我又知道 差點 我出不出錢 來買你的房子 還有 有些人說 他最大的問題 就是在禁閉旗 那裏 因為 那些地契的旗 其實是有禁閉旗的 我簡單來說 禁止買賣 禁止買賣旗 有些人說 他有些軍宅 在禁止買賣旗的支持 那時已經和人談 已經和人交易了 然後 鬆了出來之後 再和人正式合約 那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 譬如說 你所有東西 都用單據去做 準則 那難道 正式華記 我真的生氣 你買也不行 不是 那時候 禁閉旗 因為禁閉旗 他們是不可以 在外面查冊 查不到 什麼時候沒有地價等等 哦 這是秘密 還有禁閉旗什麼時候 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他可以 所謂的 魔貨 可以 魔到 人家差不多禁閉旗完 的時候 就可以和人交易 那這件事 我想不到 有些事情 不公平 就是 蔡英文 大家就說 有這麼巧 現在王如元 你就不理他 有這麼巧 因為這個問題 我當他這麼巧 但是 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 他的軍閘問題 就是 簡單來說 因為我剛才說 那個情況 的時候 其實 最後就是 他說的 他們的看法 就是 你這樣的做法 你那個做法 是呀 你沒有犯法 但是你不符合社會的期望 大哥 難道蔡英文 又是 這個 符合社會期望 但是他買了幾塊地 應該是空地來的 是 空地來的 那你空地 大哥 不是人家 好話不好聽 人家搞不定 用平衡錢買給你的 那些軍人 軍券 假的這樣 是這樣的嗎 是啊 不是呀 那很奇怪 如果他的金螺七 香港地 陳茂波 也不會有事 做樂釘王 是 但是這樣 你下釘王 下釘王 但是陳茂波最壞 他是發展局長 你明白嗎 是啊 就是他明白 但是這樣 那時候好話不好聽 在90年代的時候 蔡英文還沒有入政府 還沒有 不過這樣 如果我就說 甚至是90年代 他甚至說 喂 我家人做的事情 關我什麼事 我控制不到他的 可以這樣說 他可以這樣說 他就說 我決定不是我下釘的 陳茂波 大哥掛著那個牌 是發展局長 額頭作主 他那時候好像還沒做的 他下釘的時候 他下釘了 他又是立法會議員 但是那時候蔡英文入政壇 還沒入 但蔡英文入政壇 其實國產部 不是在說 90年代尾 李德輝就快到最後 那兩三年才入政府 是啊 是啊 所以變成一個問題 就是在這裏 嗯 嗯 但是因為 陳茂波 就是壓酬作主 發展局長 嗯 這個始終是不公平的 對劏訪波 也是 因為劏訪波 其實是做發展局局長 是後來的事 但是這樣說 又反過來說 你要記住 我們 你又不可以用蔡英文 劏訪波的相提並論 不是的 我不是相違用這麼簡單 我覺得 如果 我對蔡英文的要求我更高 因為他是選總統 是 發展劏訪波 只是一個 19 例如行政區的19八千個局長 但是這個問題 講來講去 是優惠沒有證據 是啊 我就說 那 就是這樣說 人家搞negative campaign 又搞negative campaign 優毅哥哥 麻煩你找難些單單句句出來 OK 不過這樣 如果他簽名的那個人 原來是蔡英文的爸爸 那真的幫不到 是啊 所以又幫不到 是不是 即是 跟蔡英文的爸爸 關我差事嗎 蔡英文說 對 蔡英文老爸有錢的 我都說過 多次是附加了你的 難道蔡英文 難道我老爸做事要問過我 蛤 是啊 老爸投資要問過我 不是吧 是吧 啊 啊 啊 現在他也是這樣說 原來他有時候 他夾雜了也是這樣說的 他說OK 剛才我問過我 問過我 關我差事 我可能不理會 我只是最深讀書 是啊 還有做研究 研究兩國論 是啊 是嗎 是法律學者 剛剛啊 是不是這樣說啊 蔡英文老爸 不過沒有了 我覺得現在做什麼呢 在這個 campaign 國民黨 整個藍色勢力 是由裏面爛出來的 是裏面爛出來的 神思難救 還有那種東西 這些東西 喂 台灣人師匈見慣啊 其實師匈見慣真的 說真的 每天都是這樣的承認 我快要在香港見到這些 我就覺得 嗯 每天都是這樣 香港是大問題 香港是被人罵到暈的 但是呢 在台灣的師匈見慣 不是什麼紳士 這些地啊 那些問題呢 但是呢 如果是大問題呢 其實呢 主要是因為呢 就因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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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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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賺錢 OK 是 黑衣頭 黑衣頭 黑衣兜拿飯 是這個 是賺錢 所以變了來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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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都看他不起 這樣 好 對了 你現在是搞大地回來的嘛 你現在賺了賺錢 喂 大哥 弄了十幾張契 嗯 是便宜 你明白嗎 是 便宜 是便宜 是便宜 你可以拿飯 你可以賺錢 大把地方賺錢 圈地圍攻 什麼東西都有 在台灣 是 但是你要找一個 找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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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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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間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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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間 就算要多 嗯 嗯 那不是 全都能投資勝手嗎 所以 他投資很準 坦白說 那個 大佬都賺了不少 賺了一筆 但問題是你讓別人覺得你看不起 一定要記住 他自己的老公也是法律 也是官 你倆公婆賺錢 有什麼好說的 還會有時候運用自己的職權 蔡英文說了90年代他官都沒做 而且他不是他 而是家族的情形 那你怎麼說呢 你講一講就聽下去了 其實回到舊帳 現在還有沒有人翻開 在2012年的時候 蔡英文大使選的時候 就爆出這個雨槍案 那件事死了 那件事沒事 那件事已經是沒有事了 那件事已經沒有定論了 那件事是沒有事的 是 法庭都這麼說是沒有事的 只是國民黨還在罵 是不是真的這樣 還是你都會在法庭處理不公 是啊 那些人 每個偏幫 就是每個偏幫 就是每個偏幫民進黨 是 那件事已經有關卡 很簡單 有幾件事都會有關卡 輕票案已經有關卡 是 樓梯坐監 是 是 是 沒有事的 那些人 現在就算是香港那些男友 都在偏幫 這兩件事 一家輕票案 一家雨槍案 是 還在那邊說說說說 都封了檔案 還在腦吊重彈 你瞞我都瞞 有沒有新意 所以 優毅哥哥給我看看 優毅哥哥給我看看 是不是 優毅哥哥 不是 他是專才來的 專才來的 這次查得不夠時間看 這次不夠時間看 就是你抽完單據出來 不過就是不能抽出來 因為抽出來 原來是蔡英文的老闆簽的 死了 不能抽 因為上次他還說那件事 大哥 有些蘇告禮卷出來 那次很厲害 全世界拍了手掌 是啊 所以 所以 這些 真的 此情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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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局大家都明白 不過 我有一個估算 我覺得 甚至現在 我看阿朱 朱南倫 拿的票 可能比宋蔡宇還少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那真是PKP 真是PK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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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國民黨 哈哈哈哈 很結實而已 那數是這樣的 我沒有簡單的數目 是 應該說一句 我覺得蔡英文大概拿回六百萬票左右 應該是多少少少 六百多萬票 但可能沒有萬億九上次那麼多 你不是說這次 其實討論台灣民眾比較冷淡 可能甚至不出來投票嗎 因為台灣 因為台灣 因為台商不會回來的 因為台灣 因為台商不會回來的 對 那台商 我想 那裏差不多 100萬票 估計 估算 就算我上次 得票率 大家六百多萬票 減了一百萬票 OK 剩下 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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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阿朱 的話 拿二百多萬票 因為二百七十萬票 就是連線的真低點 應該會低一點 我覺得連線那條線都過不了 連線那條線都過不了 宋楚瑜便有機會拿二百萬票 至三百萬票左右 明白 即是你覺得就是 這個宋楚瑜 就拿回她以前拿過的票嗎 可能她拿回她曾經拿過的票 甚至可以吸引一些 現在不想投對家 但支持不住國民黨的藍營支持者 是啊 她吸引到這些票回來 即是覺得 算了 我又不想投六型 唉 投送初瑜 是啊 反正可能更好一點 是啊 其實我承認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可能我有一點大膽 但是 大膽的大膽的打切 但實在可能結局就是這樣的 現在看來 尤其是軍閘這件事 令到很多鐵票 即以前藍營的鐵票 要散水 明白 因為這件事 傷了很多國民黨這些 那些老兵的心 明白 即是覺得 他們看到你們這些高級將領 喂 你們自己在賣這些 炒這些 還有外人 他們看完更生氣 嗯 嗯 老實說 黃富英黨部現在是鵪鵪鵪 即是他們自己說的 老兵的黨部 現在是鵪鵪鵪 是 他們那些人不敢出來 亂說話 其實是他們深知 下面那些人 那些人 那些人 那些人已經非常不憤 嗯 他們黨部的人 那些人的心非常不憤 明白 所以呢 所以你想到結局 你想到結局連這些票都失去 你想想多大 嗯 是啊 喂 我們還有多少時間 沒有了 差不多 是的 各位慶祝我們下個星期再說 拜拜 各位